红井心灵终结中斯大林之拳优缺点解数 斯大林之拳是苏联专属的一种基于机动建设车使用的移动建设科技制造的大型载具 它本质上是一种简化版的机动建设车可以部署成机动战争工厂并生产材具 此外它还不受工者平常维护的影响 这使得苏俄能在不影响暴兵速度的前提下取得额外收入 在机动模式下可以使用高级碾压来摧毁围墙 再聚合步兵 且受到M效果的持续时间缩短了75% 受到伤害后也能够自动回复生命 心智较为坚定不会被心灵专家所控制 同时驾驶员也无法被杀死 空降劫持者也不能解走它 在建筑模式下也不会被间谍单位反渗透 但身为建筑单位却无法拓展建设范围 也无法设定载具的出场集结点